加入液蛋打发蛋白 这是做蛋糕前的必备步骤 师傅赶面团的时候没有停过 想买面包月饼这里统统有 接近中秋档期特别忙碌 做蛋糕面包都要用到蛋 不过现在进口蛋会入国产蛋 风波是越演越烈 民众也不免担心 就尽量买那个什么 熟的熟悉的那个老板 蛋糕跟调蛋都会 对 担心吃到比较不节的蛋 然后它的都有履率 蛋的履率 扫描鸡蛋溯源标签 就能看到产地以及业者资讯 就是担心进口蛋风波烧不停 包括北北鸡桃还有台中新竹 已经下令团扇营养午餐 禁用液蛋 不过进口蛋风暴 让液蛋等于扫到台风味 其实分离蛋黄蛋白 液蛋经过筛减杀菌 低温保存 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 再加上少了人工打蛋的作业 也减少引入病原菌的污染 保存期能延长到七天 至于壳蛋 因为有蛋壳保护 阻绝微生物 相对较新鲜 成本可能会差到一倍以上 然后液蛋的话 它其实成本比较高 其实我们打蛋糕 操作会比较方便 不然花一个能力去砸鸡蛋 其实时间会拖很久 液蛋它没有办法去高温杀菌 因为在高温的过程当中 可能蛋白质就会变性 就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都是采低温杀菌 保存的一个方式 不管是液蛋或壳蛋 落实食安 从检验 卫生机查 缺宜不可 溯源管理才能替消费者 把关食品安全 欢迎收看 三张环旋 秋子凌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 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